在上个月23号澎湖开幕的Net主妇服饰公司献爱心 捐赠澎湖家福儿童50万元提货礼券 让家福儿童在过年前可以穿新衣戴新帽 这50万的提货券也是澎湖家福中心第一次收到大型企业捐赠 也非常感谢Net主妇服饰的爱心 家福将会把这50万提货券一一发放到每一户辅助家庭 感谢我们的Net主妇服装有限公司 今年在前几天年底的前几天特地到中心来拜访 提供我们350户的家庭50万元的服装的提货券 那已经是今年Net他们第七年从事这么的大型的活动 今天特地来到澎湖想要让我们的辅助家庭 能够在过年前添个好运 然后在家庭增接一些喜气 会是我们澎湖在地服务47年以来 第一次有大型的企业 协助我们做这么大规模的服装的采购 我们非常谢谢Net愿意分享这样的资源 辅助我们的家庭 谢谢 据了解Net主妇服饰公司连续七年轻购提货券到各地家庭中心 今年进驻到澎湖 看见离岛孩子的需要 企业也立刻捐赠50万提货礼券与澎湖家庭儿童 让他们可以在过年前拥有温暖的心意 澎湖家庭主任肖顺宏指出 辅助家庭有多是单亲弱势 肩负家绩相当辛苦 受辅助家庭的孩童都捡哥哥姐姐的旧衣穿 或穿自上新人士提供的恩典牌二手衣 感谢Net公司为了家庭的需要 多了澎湖门市 并轻送50万元提货券至澎湖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在过年前到门市选购自己喜欢的衣服 拿到提货券的儿童 哥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开心笑容 对于Net公司低调的爱心企业 肖顺宏欲展现社会企业典范 记者王海龙报道